欢迎关注热点深度 今天我们来关注几个奢侈品牌在中国的一个现状 第一个是普拉达 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与国际的奢侈品牌普拉达 在7月10日共同宣布 普拉达成为了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官方合作伙伴 普拉达将为中国女女足国家队提供正装支持 与绿营场外展现焕然一新的中国女足的公众形象 综合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等等的报道 中国足球协会表示 此次合作的达成也标志着国际时代风尚 与中国的女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未来双方将共同为发展女性体育运动 推动中国女足事业蓬勃发展而不懈努力 据悉女足世界杯将在7月20日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幕 中国女足的同组对手包括丹麦队 海地队和英格兰队 中国女足将于7月22日迎来她们的首场世界杯的比赛 关于普拉达成为中国女足官方合作伙伴的多个相关话题 也登上了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 引发了网民的强烈议论 有网民就说这一次普拉达一定不会塌房 就是说的是这个明星代言的形象毁掉 此前普拉达因为代言人频频塌房而上了这个中国微博的热搜 前几天中国流量明星蔡徐坤传出丑闻之后 有一大批的网民在普拉达官方微博下还留言 调侃普拉达为他房为明星代言出现丑闻 只录明灯 在蔡徐坤之前 其实普拉达还先后经历了中国演员 郑爽 李一峰等等 多位名牌代言人接连翻车的事件 似乎与娱乐明星相比 体育明星的代言看起来是更安全 所谓的翻车 他房的概率更小 但是凡事千万不能把话说死 就在两三个月前2023年4月初 网传中国奥运金牌乒乓球手张继科 涉赌债纠纷 他更被指将当时的内地影星 女友景田的私密照片拿出来抵债 当时的事情闹得非常大 引发了网民的关注 根据媒体报道 爆料的记者李威敖 在4月2日发长文回应 并在文中曝光张继科的借贷合同 张继科是否认事件 据了解张继科拥有大量的粉丝 商业价值一直在相关领域内名列前茅 在2017年 《体谈周刊》曾公布中国体谈财富榜 张继科在2016年以6000万元人民币收入排在第二 仅次于中国历来首个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在当时根据中兴经纬的报道 在4月3日下午张继科其中一个代言品牌安踏就删除了其宣传的物料 当时安踏客服就回应说 目前已终止和张继科的所有合作 安踏删除张继科宣传物料 在当时也是立刻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 在4月1日 一摄影师曾发文称张继科拍摄安踏的任务取消 张继科为安踏品牌代言人 而据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 张继科代言费用约为每年1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媒体的过去的报道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 张继科凭着奥运期间的表现时 迅速窜红成为了现象级的体育网红 当时张继科的微博粉丝就超过800万 超高的人气增长让张继科成为各大品牌 青睐的代言人 据不完全的统计 张继科当时是先后代言 包括美金农体育品牌 华润衣宝 矿泉水 Betterfly系列的运动包 可口可乐 李宁 超清酒跑鞋 猛牛的纯牛奶 平安的车险 燕京的啤酒 东风 月达启鸭 安踏等多个品牌 在2017年中国体坛周刊公布的 中国体坛财富网中 张继科在2016年以6000万元收入排名第二位高 仅次于当时的孙杨 孙杨当时的收入和张继科也就差个900万 更早一些在2020年9月的时候 百亿网贷品牌叫做爱前进被警方立案 7世的这个爱前进的代言人刘国良还曾发声道歉 刘国良也是这个张继科的前辈 也是一个乒乓球手 公开数据显示 爱前进上线于2014年5月6日 成立之初曾获得高融资本5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创造了中国国内P2P行业A轮单一机构最高融资的金额 成立以来在穷厚资金以及户金发展潮流之下 业务的规模是发展迅速壮大积木公司 凡普金科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曾在2018年传出赴港上市的消息 彼时凡普金科发展迅速招股书就显示 截至2017年末 该公司90万借款人 撮合借款510亿元 按照撮合借款未偿还余额来看 排名市场第四 市场份额是2.6% 交易量排名第三份额是2.4% 但同年11月1日港交所官方披露的资料显示 凡普金科上市申请失效 崩坏就发生在2019年8月 凡普金科合肥第一份公司 已因代后催修问题被当地警方进行入场检查 在9月份公司发生了工商登记变更 名称为上海融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帆、杨帆、张辉三人退出董事 仅剩董奇一人 后来有媒体还报道说 爱钱静因涉嫌募集资金被北京东城区公安新增部门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办 但该消息随即也遭到爱钱静总裁杨帆否认 称没有收到北京东城区金融办和北京东城区 新增部门的书面通知和调查通知 被立案的消息再度传出 爱钱静昔日代言人刘国良被上了微博热搜 当时刘国良还在公开场合发声道歉 差不多时间 现在另一个奢侈品牌在中国则遭遇到口诛笔伐 和普拉达不同 这一次遇到问题的是宝格力 根据中国官媒中国新闻网报道 现在中国著名的珠宝品牌宝格力官网的店铺信息中 香港澳门前是加油中国二字 而在台湾前并未加中国二字 该行为在7月11日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质疑 很快宝格力官网一将台湾列为国家这样的词条 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当天晚上宝格力中国就通过微博发布致歉声明 解释到宝格力公司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一如既往坚定不移 这个声明中还提到品牌在海外官网上 因管理疏忽发声的店铺地址和地图标识误注 近日发现后已立即纠正对错误 深表歉意 值得注意的是 当天本是宝格力正式发布于游戏 王者荣耀合作推出的联名数字皮肤 但这个话题很快就被争议给盖过去了 但中国官媒似乎依旧不疑不饶 人民日报的微博官方账号发表了一个微评论 说宝格力道歉了寥寥几句满满求生欲 所谓的管理疏忽 标识误注难以服众 这个道歉是否专供中国大陆 如何从根子上整改 红线不能碰底线不能踩 原则问题不容打马虎眼 中国一个点都不能少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 各位可以订阅 各位可以订阅 您喜好的简报 新闻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复位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